李小龙在美国取得成功实数不易 他向保守派的美国武林 传统武术界发起冲击 解傲不逊 性格乖张 也得罪过不少人 这可靠史聊记载 李小龙曾经在美国遭受过几次暗算 但是从未带过枪 李小龙的实战能力强悍到如此地步 如果和梁小龙比起来 看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日 74岁的火云邪神梁小龙 在某短视频平台 发布了一则视频 视频中梁小龙展露了一手真功夫 用他的手腿 投无保护措施地 挤死了许多木板 令网友叹为观止 只见视频中 梁小龙身穿黑色练功夫套装 身体已经轻微有些发福 待人安藏力尽 梁小龙蹲下马步 蓄力一把用手肘将层层木板斩断 速度很快 几乎只看得见一些虚影 练部因为用力都有些扭曲 紧接着梁小龙 又展示了他用头撞断木板的绝技 虽然层层木板叠起来 看上去十分牢固 但是在梁小龙用力把头撞过去之后 层层木板还是不堪一击 直接碎成两半 而梁小龙毫发无伤 最后三人手拿木板 将梁小龙困在中间 梁小龙使出了连环踢腿 将木板逐个击破 动作十分利落 房间里还有出醒目的角落 在房子墙角处有许多武器被整齐的摆放在武器架上 想必平时梁小龙没少在这五刀弄枪 见识过梁小龙这一连串绝技实出 许多网友也是赞叹连连 有网友直赞梁小龙有真功夫 当年在意大利的时候 有人在机场认出了他 想要和他切磋切磋 他再三推辞 可对方就是纠缠着他不愿意放 在交手之后 对方仗着自己人高马大 更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度 梁小龙以退为进 突然一击将对方打得连连后退 足以见得梁小龙绝非花架子 还有一次 是梁小龙在尖沙嘴的一条街上 看到两个外国人正和一个中国人打架 他立即就上去劝谨 有问题去找警察解决 对方咄咄逼人不听劝告 因此梁小龙直接挥动拳头 将对方打翻在地 这些生活上的体验 也让他在参演电影的时候 更能拿捏那种独特的气质 更是能带给观众眼前一亮的感觉 之前梁小龙在功夫中抓过子弹 现在他能徒手披幕板也不意外 说到梁小龙这个名字 可能许多人不是十分熟悉 但是倘若说是功夫里的火云邪神 那想必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的 在这个电影里 火云邪神徒手接子弹 展现蛤蟆弓的画面都让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 梁小龙还被誉为最经典版陈真 要知道国际功夫影星真子丹 也同演绎过这个角色 曾经陈真这个名字 还一度盖过梁小龙本名 大家看到梁小龙第一反应都是叫陈真 以至于许多人都不清楚他的真名 可见大家对他一身真功夫的认可 全不久 梁小龙还与功夫之中的包租婆再聚了 时光如梭 两人似乎都大变样了 但还是依稀能看出当年的影子 荧幕下的火云邪神和包租婆 荧幕上功夫也永远是一代人的经典 梁小龙 李小龙 成龙和狄龙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李小龙的功夫之强就在于 他成名后世界各派高手纷纷向他挑战 他从未败过 而且一般都是在十招之内结束战斗 对付高手也不会超过十分钟 正如他的名言 我绝不会说我是天下第一 可是我也绝不会承认我是第二 其实最能打的还是李小龙和梁小龙 两人相差八岁 私底下关系最为亲密 李小龙是大哥级的人物 在近日的一次采访当中 梁小龙谈到了对李小龙的崇敬之情 梁小龙说 在我们那个年代 中国人的地位并不高 经常受到一些外国人的欺负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男性同胞向我求助 因为他的女朋友被一名外国人侮辱 我当时就火了 梁小龙继续说 我把那个外国人一脚踢飞 打得他跪地求饶 我要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不允许外国人欺负我们 我就是这样的暴脾气 我喜欢建议用威 以上基本是梁小龙的大概意思 说出了自己的腿法还是很出色的 打一般人绝对没问题 完全是碾压的态势 紧接着梁小龙也提到了李小龙的功夫 梁小龙说 李小龙的腿法非常快 而且他的一些动作 或是做不到的 我学不来 我觉得李小龙真的很强 梁小龙对李小龙的评价不多 但是看得出是真心敬佩 要说外行点评李小龙 可能有些客套之词 但是梁小龙是恋家子 两次香港搏击冠军 而且一个人能打倒十几秒手持力气的歹徒 并全身而退 说明实战能力堪称大师级别 之前李小龙在世 出演一部名为和气刀电影 一位叫做黄仁直的韩国人 在私下切磋武功时 两次击败梁小龙 这样一腿发肩长的梁小龙很是不服 之后他找到李小龙帮忙 一个月后 李小龙不动声色的 就把黄仁直抱揍了一顿 给梁小龙出气 此后梁小龙对李小龙也格外佩服 黄仁直 韩国和气刀七段 跆拳道六段高手 代表作有何气刀 跆拳阵九州 师弟出马 龙少爷 虎鹰等 擅长腿技琴拿和摔头 特点是动作迅捷 着实老道 被称为左腿攻击之王 而究竟李小龙是不是真功夫 也赢了黄仁直 其实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当时 在拍摄猛龙过江时 李小龙和他交过手 原因是因为黄仁直不接受这个剧本 他不愿意在电影中被李小龙打败 只有通过比武定胜负 如果输了就认真拍戏 再无意义 最后 李小龙凭借自己截拳道的独特优势 战胜了黄仁直 让他接受了这个角色 华人直评价李小龙是心服口服 李小龙在美国经常帮助一些华人免受欺负 因此也得罪一些黑道人物 比如他曾经保护过华人议员张仲文 免受当地黑社会的敲诈勒索 而痛打过黑社会的一些打手 李小龙的最大冤架对头 其实还是华人武术界 尤其是那些观念保守的华人武师 他们认为李小龙的存在 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 李小龙的开放式教学会 把他们的声援抢走 李小龙在美国期间 确实遭受过几次暗算 但是李小龙的妻子琳达 从未劝说他带枪 第一 琳达认为没有这方面的必要 第二 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李小龙 因此不会去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 劝说李小龙 美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持枪合法的国家 但是查编所有资料 并未发现有关1966年李小龙 在纽约街头遭枪击的事件 当然遭受非枪击的暗算还是有的 不过李小龙都击败了歹徒 全身而退 如果李小龙受伤或者被打成重伤 生命垂危 怎么可能不被记者曝光 很多人喜欢用谣言来泄愤 所以李小龙面对质疑 致是轻轻地说 如果传言属实的话 那么我在相隔数百里的不同地方 同时遭遇袭击又怎么解释 有些人凭空杜撰 说什么 李小龙遭数十高手伏击 性命垂危 其实李小龙遭遇暗算是真 并未生命垂危或者受了重伤 因为李小龙凭借街头的实战本领 将歹徒打跑了 李小龙本身就是街头小霸王 和台森小时候类似 加上永春的功夫护体 还有节全道的思想理念 所以一般几个小流氓 不可能将李小龙奈何 李小龙首先作为功夫高手 其次才是影视演员 用李小龙的话说 演电影只是业余爱好 对于李小龙遭暗算不带枪的事情 还有李小龙实战超越梁小龙的事情 您怎么看